我 宋言七 你在银耳盗铃吗 我不是故意跟着你的 我就看你状态不好 有点担心 我没事 七叔老师 我心情不好 反正板裙这事 我可能也拿不下了 不如少点事做 散散心 你要干吗 跟我来就知道 七叔老师 抓去吧 大夫 Haw 노 大夫 有点 我 中文字幕——YK 这很好玩的 上来试试 快上车 你自己玩吧 试试吧 上去 快 坐我了 快快 卦 我都说很好玩吧 你还不信 我 不好意思 我 我没站稳 我知道 嗯 笑了 你笑了 赶紧起来吧 你看这个 笑不笑我 这个送给你 看到漂亮东西心情会变 加点玛丽 嗯 你有什么想说的 就说吧 嗯 嗯 今晚的星星真漂亮 好看又怎么样 不好看又怎样 都是些 碰不到 摸不着的东西 话不能那么说 虽然 是碰不到摸不着 但是它留给我们的美丽个绚烂 是值得我们喜欢的 那个 季初老师 白天的事 你别放在心上 那都是意外 他们不值得 我没放在心上 嗯 那 那就好 话怎么说像我放在心上一样 怎么回事 际生赂 红�도 我还没再说 看看 也是 嗯 问吧 这个问题我想过很久了 你为什么总以悲剧结尾啊 是有什么原因吗 悲剧就是现实 用现实结尾 可也不能一杆子打翻遗传人吧 在我看来 这两个人要是真心喜欢 他们一定是彼此信任的 这不管有什么矛盾误会 这都能解开的 生活中 有很多事情和误会无关 和对错也无关 就算之前的误会被解决了 可还有现实 利益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不平等 甚至家庭 就算这些都解决了 有时候 适合他们的答案也不在其中 我不信 这生活 就跟做选择题一样 这确实有很多误导性选项在里面 我们只要把错误的一一纠正 排除不就行了 这人生 哪要不做错选择题 不走错路啊 建树老师 是 如果你太过片面地去判定一个人的一生 这才是悲剧呢 可有些人从出生开始 就不在选项里 他们的人生 不是选择题 是单箭头 他们用尽全力所求的 不过是生活二字中的活 活着 就已经费尽全力 喜欢 爱 幸福 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遥不可及的东西 是不是没话说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恢复更新啊 快了 我会提前结束小说 如果完结后 你还想要版权 我可以跟你谈 真的 真的 谢谢基础老师 那 那你还打算坚持一悲剧结尾吗 那娱乐在心里之间 是什么秘密啊 你这么执着故事剧情 只是因为公司 没有其他原因 我是你忠实读者吗 我能从你写的文字中感受到力量 所以希望 我能对生活有向往 爱情有憧憬 而不是一味的任命 只是因为这个 当然不是吧 你是不懂追根人的苦恼 那真的是 抓心囊 大家都想知道后续剧情发展 那我现在有这个机会 我肯定想打探一样的 你这么想知道 你这么想知道 年轻的游鸭 我是你 grit技师老师 非常心难 我 ais西斯老师 走了 拍八 坐 新年轻的游多 启动 早安杰叔老师 早 你这么早 怎么样 拍什么我看看 看看吧 好